现在请大家欣赏一段视频 让我们回顾一下万维网络集团的20年成长历程 现在我们将会展示你一个视频 公司在20年祝福的庆祝 请享受 20年在时间的长河里 只是短暂的一瞬 20年互联网把世界连接起来 人类不再彼此孤立 20年万维读者网经历大浪淘杀 见着新媒体发展的风云变幻 20年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万维读者网 20年7305天 万维读者网陪伴着千千万万的华人朋友 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光 求学的艰难 创业的坎坷 收获的喜悦 万维见证了他们成长的足迹 也和众多的网友们一起分享了他们生活的奠地 历经20年的发展 万维网络集团目前已拥有四家网站 万维读者网 温哥华港湾 世界论坛网 意上购物 两个网络电视频道 万维TV 港湾TV 以及温哥华港湾 舌尖上的温哥华 刘洋派等五个微信公众号 当之无愧的成为海外最具有影响力的中文网络集团 对于互联网世界来说 1998年是神奇的一年 这一年被称为中国互联网元年 三大门户网站 新浪 搜狐 网易 相继正式亮相 在大洋彼岸 雅虎风头正进 今天的搜索引擎巨头 谷歌公司刚刚在车库里诞生 然而在海外 属于华人自己的中文网络世界 却仍是一片洪荒之地 走出国门之后 无论是情感的交流 还是信息的沟通 很多人都倍感茫然与无助 1998年 万维读者网正式成立 创始人是旅家学者 陈华博士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 第一代留学生 陈博士最能理解 海外华人们的梦想与困境 20年前 我正在萨斯卡集团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 当时算得上是一名网络票员 最初创立万维读者网络 就是想为处于中西文化边缘的 海外华人及留学生 打建一个互相交流 唱出语言并有一定文化对函的网络副台 刚刚成立的万维网 除了为读者们提供海内外及时的新闻资讯以外 还设有天下论坛 《名乡茶语》高山流水的论坛板块 内容涉及时政文学情感 实用信息地将诗和远方的情缓 与柴米油盐的生活融为一体 上线之后反响热烈 论坛持续火爆 创立万维读者网的初期 我们没有办公室 家里面有电脑 所有的网站都是通过学校的电脑制作的 没想到就这样坚持下来 在网络运行的一年以后 由于流量等运行成分的增加 我们才开始了商业化的运作 在商业化运作的第一年 万维读者网迎来了爆炸式增长 月页面浏览量从最初的一百万次 飙升到一千万次 公司也赚到了第一桶金 两千年底 成华获得博士学位之后 把公司搬到了美丽的温哥华 而此时正值全球互联网泡沫破滤之际 行业运作如履薄冰 异常艰难 那段时间非常的困难 虽然网站仍然有广告收入 但是入不敷出 网站还能够存活多久 不是按照年来计算 也不是按照月来计算 而是按照天来计算 哪一年 这个泡膜破裂以前 人家美国的公司要买你这个网站 对不对 两千万美金 这个你也没有卖 因为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长久的事 后来我印象里头 还经历过这个泡膜 这个IT的泡膜破裂了以后 经过了一个很艰苦的过程 那是刚到温哥华来 为了扭转仅靠广告收入 艰难度日的局面 网维读者网开始 是谁当时还是新生事物的电子商务 2002年 一上购物网 应运而生 从卖电话卡开始 又陆续开始销售 中国的图书 电影 VCD等 所有从中国来的商品 都是我们的编辑 从这里搬到这个二楼的办公室 他们都是学文化人 做这事真的很不容易 就这样 在许多互联网公司 纷纷倒下的时候 万维熬过了互联网的冬天 冬天过后 就是万物生长的春季 万维也迈入了 稳定发展的成熟阶段 2008年 在万维成立十周年之际 集团立足大本营温哥华 创办了温哥华港湾中文网站 在这个加拿大华人 比例最高的城市里 为数十万华人 提供地产 移民 教育 美食 以及民生的 全方位的生活资讯 一举跃升为当地最火的 中文网络平台 也是在2008年 万维集团还并购了当时 以颇具影响力的 海外华人军事网站 世界论坛网 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 万维逆势而上 连续七年保持每年广告营销 近30%的增长率 随着近年来 互联网产业的迅速发展 万维集团也在运营模式上 进行大胆的尝试 2014年以来 随着温哥华港湾 舌尖上的温哥华党 五个微信公众号的陆续创办 万维开始介入社交新媒体领域 温哥华本地粉丝数量和文章阅读量 长期排名第一 2017年6月 万维网络TV和港湾网络TV同时上线 短短一年播放量已超过3000万 稳居海外中文视频媒体平台前列 再次成为互联网 媒体转型与创新的新锐力量 权威排行网站 Alexa的专业数据显示 万维读者网多年来 一直是北美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中文网站 点击量同时 稳居加拿大中文网站榜首 温哥华港湾也位列第四 稳持上升趋势 目前万维网络集团 月广告显示量已达3亿次 美国谷歌 富国银行 日本丰田汽车 加拿大航空公司 皇家银行等 大型跨国企业 纷纷在万维网络集团旗下媒体上 投放广告 我们作为Concour Pacific 加拿大最大的建商 跟温哥华港湾的合作 已经长达三年之久 从第一次合作以来 到今天的合作都非常的开心 也感谢温哥华港湾 每次对于我们工作所提出来的 一些额外的要求 给予最好的支持 这一理解 关注万维和港湾资讯 把握时代脉搏 这里有国际突发热点事件的 波鬼云爵 也有最寻常的人间冷暖 这里有扣人心弦的灾难现场报导 也有偏僻入理的深度思考 感性和深度以媒介传递 智慧和意义呼应海外华人的精神需求 这里海纳百川 汇集海内外顶尖的政论高手 这里卧火藏龙不断涌现出精彩绝妙的原创佳作 万维博客 万维论坛 汇聚了全球各地华语作者和读者 成为他们畅所欲言 抒发情感的网络空间 更营造了一片属于华人朋友们的海阔天空 读懂温哥华 从温哥华港湾开始 这里温暖如家 一网打尽海外生活所需资讯 这里防华四季 娱乐 美食 旅游 健身 各类信息 一应俱全 温哥华港湾与众多专栏作家合作 定期为读者推送 精选资讯和高品质的原创作品 过去的20年里 万维及港湾积极参与华人社区活动 成功举办了海归海不归 海一代海二代的大型有奖真文活动 主办了温哥华首届网红节等大型文艺活动 组织并发起了为中国汶船地震网络捐款活动 通过世界薛明会 资助了中国贫困儿童 赞助了少儿小金钟加拿大赛区音乐舞蹈大赛活动 以及美国加拿大各大名校华人学生春晚的慈善社区活动 作为小金钟的总策划 感谢万维网和温哥华港湾 对于本地青少年儿童文艺活动的关心 对于大赛的权力支持 相信万维和温哥华港湾记录下的点点滴滴将成为孩子们最美好的会议 这个网站现在我觉得到现在那么多年20年时间也很快过了 又恍惧过了20年了 然后到现在做得非常漂亮 我经常得上网站去看这个国际国际的新闻 还有特别local的新闻 就是这个民国华港湾什么 所以你看到我们家没有电视的 我看经文都去上你这个网站去看 万维读者网是我和我太太经常去访问的中文网站之一 在那里我们不仅得到了大陆官方对这些事件的报道 同时也能看到从西方主流媒体翻译过来的一些 对同样事件的看法相同的或者不同的 那对读者来说就能得到一个比较立体的信息 舌尖上的温哥华的公众号我特别喜欢 因为他们每周推出原创的文章 跟踪本地的前沿美食 那么对于我们生活质量是有大的提高 因为我们特别喜欢 万维网络集团和海外华人共同成长 成为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 是万维一直奉行的创办宗旨 一路走来万维与众多的华人网友 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网友的支持与厚爱成就了万维 是万维坚不可摧的后盾和力量 万维港湾人 创新 活力 自由 开发 力求把热爱的事业做到极致 在这个新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 以不断超越自己的勇气 向着新型主流媒体的目标稳步前行 非常感谢公司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平台 从最开始的行政工作到电子商务 然后再到现在的新闻主播 也是充分发掘了我的个人的潜能 我来公司12年了 最大的体会就是坚持 这种坚持不是固执 这种坚持不是刚愎 这种坚持是自我完善 这种坚持是自我提升 宽松舒适的工作环境 让大家快乐工作 健康生活 感谢公司为留学生提供就业机会 万维有理想的媒体 大学毕业我就来到万维工作 辗转多年我又回到这里 就像回家一样 不忘初心 我与万维共同成长 感谢公司给我们施展的平台 然后我也住公司越来越好 欣欣向荣 移民海外之后 还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新闻和文字工作 我感到非常的幸运 在这里接触和采访了 许许多多和我一样的妈妈 并且我也记录下来了这段特殊的时光 我们有两大网站 五个公众号 是市场宣传推广最好的媒体 给我们一个机会 您将登上万人瞩目的舞台 非常感谢万维能够给我提供这个舞台 让我和这么优秀的团队一起合作 这里是你离开故土的一片新大陆 所有的海外华人都将在这里找到坚强的后盾 很开心能有机会和这么多热情友好的同事们一起工作 现在网络主播网友会给很多的建议和意见 促使我去更好的改进节目 完善自我 20年是一个里程碑 也是一个新开始 希望公司能够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再创新辉煌 这是一支充满朝气的团队 高素质 高学历的专业传媒人才 系统化的流程和严谨的编辑受责 确保内容的准确度和公信力 旅居海外 身处异乡 您的生活一定伴随着无数个这样的瞬间 无助的时候 想要坚实地依靠 疲惫的时候 想要片刻地休憩 孤独的时候 想要温情地寄托 快乐的时候 想要与人倾诉和分享 痛楚的时候 想要尽情地释发 万维独者瓦和温哥华港湾 始终会像一位忠实的老朋友一样 默默守候在您的身旁 20年里 万维港湾人一步一个脚印 实现梦想 今天 万维网络集团将和海外华人一起 阿民守再次出发 今天很高兴能和温哥华港湾的同仁一起来畅游美丽的温哥华港湾 20年很长 沧海 又有万维独者网 万维独者网 全球华人的网络精神家园 温哥华港湾 大湾最火的中文网站 全球华人的网络精神家园 大湾最火的中文网站 全球华人的网络 全球华人的网络 全球华人的网络